我叫大索皇子 来自日本东京 我来自東京 大矢部昭子 这是我在韩州 一天生活的开始 做早餐是很有乐趣的一件事情 我也会给我的童物也做上一份 这样就可以把我的快乐也分享给他 在韩州 我的工作是给在中国的力气公司 做一些法律方面的顾问 虽然我拥有监察教授的执照 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会用日本茶道交流 但是 我就是一名茶道的爱好者 韩州是一座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 我最喜欢的就是韩州的龙锦茶 我们开始喝龙锦茶 我以前在日本学习茶道的时候 有学习茶的时候都有听过龙锦茶 但是一次也没有喝到过 但是来到韩州以后 就知道龙锦茶怎么那么好喝 味道很淡 但是从里面出来的一个还是比较特别的味道 有每次有给我们有很多的要照顾 这两年我都是在韩州过新年 韩州的朋友对我就像亲人一样 而我也会像家人一样对待他们 在这里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看着茶叶漂浮在杯子里 和朋友们一起品尝 精致的甜心 都是我在韩州最珍贵的记忆 I'm in Hangzhou Where are you?